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等保护的原则1868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林肯发表盖茨堡演说《国家重生》的呼声1863 当我们谈到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演说 林肯的盖茨堡演说无疑是其中的翘楚 这篇仅有二七二子的演说 却在美国历史上楼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段历史 并且看看其中有趣的细节 首先让我们回到1863年11月19日 这一天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盖茨堡 林肯总统站在战场上面对住一群人 发表了这篇短小却深刻的演说 这场战役是南北战争中最血腥的一场 数以千计的士兵在这里牺牲 林肯的演说旨在纪念这些英勇的战士 同时也为国家注入新的希望和力量 林肯的演说开头便是那句著名的四分之一世纪前 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这个国家孕育于自由之中 并且致力于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 这句话不仅回顾了美国的建国历史 还强调了自由和平等的核心价值 有趣的是 林肯在准备这篇演说时 据说他是在火车上写下了这篇演说的草稿 甚至在演讲前的晚上还在修改 更让我们不禁感叹 伟大的灵感有时候真的来得如此突然 林肯的演说虽然简短 但在演说中提到 我们在这里高度决心 这些死者不会白白牺牲 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下 将迎来新的自由 并且这个明有明智明想的政府 将不会从地球上消失 这段话不仅是对战士们的致敬 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有趣的是 当时的报纸对林肯的演说反映不一 有些报纸赞扬他的简洁和深刻 但也有一些报纸认为他的演说过于简短 甚至有些人认为 他没有充分表达出应有的敬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篇演说的价值和意义 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赞赏 总结来说 林肯的盖茨宝演说 不仅是对战争中牺牲者的致敬 更是对美国未来的展望 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 自由和平等的信念 永远不应该被遗忘 DK演说虽然简短 但其影响力却是深远的 正如林肯所说的那样 这个明有明智明想的政府 将不会从地球上消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的保障1791 当然让我们来聊聊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这可是美国历史上 最具影响力的法律之一 这条修正案于1791年通过 简单来说 它保障了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 集会自由和请愿政府的权利 这些权利听起来很简单 但它们的影响力可是深远的 首先让我们从言论自由开始 这条修正案的核心精神 就是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 表达自己的意见 无论这些意见 多么不受欢迎或具争议性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这条修正案 今天的美国 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可能你在街头说一句 我不喜欢这个政策 就会被抓起来了 有趣的是 这条修正案的通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新生的国家 刚刚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 许多人对于政府的权利非常敏感 担心新政府会变得像英国一样专制 因此言论自由被视为一种 防止政府滥权的重要手段 说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1798年 美国通过了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 其中的煽动叛乱条款 Citation Act实际上限制了言论自由 禁止任何人发表对政府的虚假 丑化或恶意的言论 这可让很多人不满 尤其是那些反对党的成员 结果 这条法律在1801年被废除 成为了美国历史上一个短暂但重要的插曲 带来谈谈新闻自由 这条修正案保障了媒体的独立性 让记者们可以自由地报道新闻 这对于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媒体是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 强项一下 如果没有新闻自由 水门事件可能永远不会被揭露 美国的政治历史也会因此改写 东教自由也个第一修正案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条修正案确保了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 无论是基督教 伊斯兰教 还是其他任何宗教 甚至是无神论 那在当时的世界上可是相当前卫的理念 因为许多国家都有官方宗教 并且对其他宗教进行打压 最后集会自由和请愿 政府的权利让人民可以自由地组织和参与集会 并向政府提出请愿 这些权利让人民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 表达自己的诉求 从而促进了民主的发展 总的来说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仅仅是一条法律 更是一种理念 一种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念 它让美国成为了一个多元开放和充满活力的社会 当然这条修正案也并非完美无缺 B史上也有过不少争议和挑战 但它的核心价值依然是美国社会的基石 所以下次当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 或者参加一场抗议活动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一切都要感谢那条在1791年通过的第一修正案 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 无论我们的意见多么不同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平等保护的原则1868 当然让我们来聊聊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特别是其中的平等保护原则 这可是美国宪法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又充满了法律的智慧 首先让我们回到1868年 那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 美国刚刚经历了内战 奴隶制被废除 但社会上的种族歧视依然根深蒂固 第十四修正案的诞生 正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它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平等保护原则 简单来说 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它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这个原则在法律实践中 可是经历了不少波折 让我们来看看几个有趣的故事 首先有一个叫普莱西的故事 1896年 普莱西这位非裔美国人 决定挑战路易斯安那州的 种族隔离法 他买了一张白人专用车厢的火车票 地带案件最终上诉到最高法院 成为了著名的普莱西素福格森案 最高法院当时的判决是分离但平等 也就是说种族隔离是合法的 这要设施是平等的 这个判决实际上为种族隔离制度开了绿灯 直到1954年的布朗素教育委员会案才被推翻 说到布朗素教育委员会案 这可是平等保护原则的一个重大胜利 这个案件挑战了堪萨斯州脱皮卡市的公立学校 种族隔离政策最高法院最终裁定 种族隔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 这一判决为美国的民权运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再来看看性别平等的故事 1971年的李德素李德案是第一个最高法院 基于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原则 这个案件的背景是爱达和州的一对夫妻 因为儿子的遗传管理权问题对不公讨 当时的法律偏向男性 最高法院最终裁定这种性别歧视为限 这为后来的性别平等奠定了法律基础 当然平等保护原则的应用范围远不止于此 它还涉及到移民权利 LGBTQ权利 残障人士权利等等 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有助丰富的 法律辩论和社会变革的故事 总的来说 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 就像是一个法律界的超级英雄 时刻准备着为那些被不公平对待的人们伸张正义 他告诉我们 无论你是谁 来自哪里 法律都应该一视同仁 这不仅是法律的智慧 更是人性的光辉 希望这些故事能让你对第十四修正案 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能感受到法律世界中的那些精彩瞬间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带来了三段关于美国历史和宪法的重要内容 我们一起探讨了林肯的盖茨堡演说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第十四修正案》 首先我们回顾了1863年林肯在盖茨堡发表的那篇仅有272字的演说 即使简短但他却充满了力量 纪念了在南北战争中牺牲的士兵 并为国家注入新的希望和力量 林肯用他简洁而深刻的语言 提醒我们自由和平等的核心价值 永远不应被遗忘 接着我们探讨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保障了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经文自由 宗教自由 和请愿政府的权利 他不仅塑造了一个多元开放的美国社会 还成为了防止政府滥权的重要工具 我们分享了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 比如外国人和煽动判断法短暂时事的插曲 进一步展示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最后我们讨论了第十次修正案 特别是其中的平等保护原则 这条修正案在1868年通过确保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回顾了几个经典案例 如普莱西素福格森案和布朗素教育委员会案 以及性别平等的李德素比德案 这些案例展示了平等保护原则 在法律实践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好了 我的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通过这些故事 你们能对美国历史和宪法有更深入的了解 记住 无论我们面对多大的困难 核心的自由和平等价值 永远不该被遗忘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有趣而重要的历史和法律议题 再见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弱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沢 词川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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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